早安各位,今天是9月28日星期三早上 隔夜時美股都做好了 但未能帶動港股 港股暫時低開116點到2345 又再次失回20天線的樓下開出 今天的看法,特別留意上天的時候 港股南下資金又多了 有35億左右 雖然內地的長假很快開始 但有這樣的資金流入 其實是一個好的預兆 同時美國聯儲方面隔夜 第二把交椅就是廢棄 而它的言論一點都不應 也說到其實都不知道 今年內地應該加息 所以12月份加息的預期 本身有52%的可能性 就降至49.9左右 有的,有在低了 美國首場總統的辯論 希拉莉是佔優的 情況之下得到62%左右的民調支持 支持它在第一場辯論勝出 所以氣氛呢 其實我認為氣氛是不錯的 唯一擔心就是德意志銀行 德國的最大商業銀行 它的CDS的違約爆煲指數 就差不多 撞到今年農曆新年2月的時候 一個最高位置 究竟會不會爆煲呢? 德國已經說不夠了 這個會是後期的一些小困擾 小困擾 暫時未曾覺得一定要發生 但是埋伤的時候 都不要忘記這個因素就可以了 不是叫大家做膽 今天呢 關鍵看看究竟恒生指數可不可以站穩 23509 20天線 23509 再次站穩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 都叫做穩定落力 可以這樣說 未必有大升 因為都未有催化劑 但是呢 可能跌幅會收窄或者跌完都未定 先看這條20天線 中午再跟大家分享